被譽為四大音樂劇之一的 《貓》睽違了四年將六度訪台 從十號開始會在臺北首演 一路到臺中 高雄 臺南 花蓮 還有新竹來進行巡演 總計是有三十六場的全台演出 那目前的舞台已經正在搭架 演員們也都做好準備 希望帶給臺灣的觀眾 一場國際級的超水準表演 演員生動的表情 加上誇張的舞台妝效 被譽為四大音樂劇之一的《貓》 睽違四年將六度訪台巡演 裝著各種舞台設備的貨櫃 一箱一箱抵達表演現場 大批工作人員忙著卸貨裝台 演員們也都提前一個月 來臺隔離排練 《貓》劇裡頭最經典的曲目 Memory 自自由倫敦西城的音樂劇 女林喬娜安皮爾演出 女主角格力茲貝拉演唱 她說每一次演唱Memory 都能感受到她永不放棄的 堅毅精神 這次受到疫情影響 來臺行運的時間延後了一年 卻也讓演員們更加期待 與觀眾見面 劇團成員在農曆春節期間 每天必須面對長達12個小時的排練 劇中男主角布萊德利托也分享了這次將在臺灣演出的心情 我認為這是我八個次在臺灣 但這是我第一次在臺灣 父親 所以這次在臺灣 這次的星期間 不在臺灣 一场国际级的视觉饗宴 记者综合报道